当你意识到MMA选手可以打拳击时 你可能已经躺在地上 这是重量级拳王泰森·富里 在第三回合得到的启示 尽管纳干诺十回合分析判定输给了泰森·富里 但确实振奋了一众MMA选手 看看各路UFC选手的反应 当晚最大的输家 仿佛是放走了纳干诺的白大拿 伯恩斯这样说道 哇哦 纳干诺加油 去赢得比赛 雨量级阿诺的艾伦说 如果我是富里 我会给纳干诺那条腰带 这是很好的决定 向纳干诺通报致敬 他远远超过了一个拳击手 波兰森说 MMA是所有运动的国王 赛胡多说 这是格斗运动最大的冷门 纳干诺刚刚成为正统重量级拳王 接着他又补充到 纳干诺的冠军被抢劫了 下一场一定要好好保护好 富里与乌西克的比赛 特谢哥说 所以我觉得拳击界也有很糟糕的裁判 重量级冠军八主说 I'm new 营地斯特连说 纳干诺太牛了 非常令人印象深刻 你可以认为纳干诺赢了 康纳摊开了一条路 纳干诺打开了大门 这证明通过正确的准备 MMA选手可以与周围最好的拳击手打比赛 我认为纳干诺赢了 而小麻更是直接 他说 泰森福里输掉了比赛 那些拳击评论都是有偏见的 他们需要学习怎样去打拳击 Flire 雷